欢迎收看课新闻 我是秉均 今天要带你来看的新闻是 抗通膨也抗跌 把人看好这三档 最近科技业纷纷传出灾情 包括PC电视手机等3C产品 都传出库存量偏高的问题 因为通膨会造成资金排挤效应 非必要自出可能就会先缩手 景气好时 民众可能一两年就换一只手机 或者是电视 但是荷包困种之下就会凑合的用 你也是吧 可能三四年才换一台电脑 相告之下 民意食为天 手机电脑可以晚一点再换 但饭很难不吃吧 所以食品的需求难免受到景气影响 但需求落差不会这么大 市场相对稳健哦 那法人就点名了 统一大城还有南桥这三档 分别为国内食品的龙头 肉品龙头 还有烘焙原料的龙头 各具一方之霸 公司营运稳固 有望展现抗跌的力道哦 这样以上资讯提供给大家 大家还想知道什么呢 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 客信文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 你想赚钱吗 订阅理财周刊频道 18位专家提供最快最多样的看法 从每天早上10点半到晚上10点 每30分钟就有一档最新影音上架 你还在等什么 下个不好 就是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